好 这个影片要来讲 这个依赖注入的IOC 控制反转的这一个用法 那这是一个稍微进阶的技巧 但是却又是在Netcore里面 一个很基本的观念 所以还是要先在这边教给大家 那刚学依赖注入的时候 可能会不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 因为如果只是要拆分程式的话 那我们其实就写一个普通的类别 然后再去做呼叫就好 好像不需要特别使用这个依赖注入的方式 但其实我们使用依赖注入主要是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它有自动帮你管理它的这个生命周期 那它的生命周期我们在上一节课也介绍过了 就是看你用哪种方式注入 那它的生命周期就会是依照那个注入的方式来决定 第二种就是我们使用依赖注入的话 就可以使用一些比较进阶的设计模式 例如这一节要教的这个控制反转 那我这边会示范两种这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将原有的程式去做一个大修改 就是今天我们这边service已经写了很多程式 但是可能因为某种因素要整个做一个大改写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两种方法 就是第一种我们就是把这里面的程式清掉 换上新的写法或者是把旧的写法我们给它注记起来 然后再新的写法我们再写在下面 但是这样子都会有一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把程式都清掉 那我可能如果要参考旧的 那我可能要另外复制一份把旧的放在某个地方 那以后要倒其实也很麻烦 那如果注解起来的话 那你程式里面就会有一堆这个注解 那看起来也是很杂乱的 相信在看别人程式码也会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况 就是一大篇都是注解 然后可能写说这是什么时候写的 那这样子都对维护起来 其实都不是那么方便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依赖注入的控制反转的技巧来写 好那假设说我们今天这一个news service 我们都是用这个link来写的 那我们今天要改成用seql的方式来这个处理资料 那首先我们要做这个控制反转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建立一个这个界面 好那我们首先就要来建立一个interface的资料夹 专门来放这个interface 然后接着就要来建立这个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界面 这边我们加入新的项目 然后是一个界面 我们就取名为inews service 那前面加一个i是我们一个习惯的用法 如果它是一个interface 我们就会在这个命名前面加一个大写的i 好那我们新增上去了 接着我们就要来写这个interface 要实做哪些东西 那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我就用一个复制 那这边要写的东西其实就是news里面 我们之前写过的这些方法 我们把它都写到这边来了 好那至于这一个界面的基本观念 网路上也很多也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所以我在这边就不再说明了 好那接着我们就将原有的news service 来继承这一个我们刚刚建好的这一个界面 然后这边就是这样写 好那当然正确的流程一定不是这样 正确流程一定是我写好这一个界面之后 然后建立一个类别 然后去继承它 但是因为我们上一节课 已经把我们的这一个类别里面的东西都写好了 所以才会顺序有点不对 那这边特别说明一下 那接着我们就要是一个正确的流程 比如说我们今天好我们想要改解成用seql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资料 所以我们这边就建立一个新的这个seql service的这个类别 好那这个类别我们当然就是要继承我们刚刚写的这个interface 那这边他就会说哦你要实做那些类别 那因为我们都还没实做 所以他就会有这个虚线 我们可以按一下 他就会把这一些你该实做的这一些方法都给列出来 好那接着我们这边的话前面 当然我们一样要去使用这个资料库 就要先依赖注入这个资料库的物件 那接着我们这边就只改写一个 因为只是做一个示范而已 下面这一些方法我们就不进行改写了 好那这边我们就是写一个 使用seql的方式去做这个取得这个新闻列表资料 好那这边是async我自己加一下 好那其实这个entitive framework他也是有提供你使用seql的方法去捞取资料 所以我这边就简单的改用这个seql的方式 然后去捞取我们新闻的这个列表 那我这边特别在这个title后面加上这个seql 这样我们等一下就知道这一支捞出来的东西 后面有加seql就是我们新写的这一支newsseql service 繞出来的这个资料好那这样我们就写完了一个我们新的 这个使用seql 捞出新闻资料的一个服务接着我们就要回到这个 我们最初使用这个服务这个news service服务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这个controller 那controller这边我们就不是取得这个news service 而是news service好我们这边就改一下那因为我们的这个里面的方法都一样 所以我们下面就不用去做修改了好那存个档之后 最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要回到我们注入的这边 那这边我已经写好了我直接做一个复制 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初的写法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没有任何的进阶技巧的使用的时候是长这个样子 那如果当你这个类别有写界面的时候 我们可能可以改成这样子 那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最初用link去取得新闻资料的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先用原来的样子去看看会不会跟这个 这两个取出来会不会是一样的 我们就先执行看看好正常的取到这个资料没有任何问题 那接着重点就来了什么是控制反转呢 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个news service 我们是用link去做资料处理的 那但是今天可能公司有政策或者是什么原因 他希望我们以后都改成用西口去处理资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改写我们的程式 那改写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刚刚一开始讲的 你是要删除程式还是注解程式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用这种依赖注入控制反转的这个写法 我们只要像我们刚刚一样写完一个news 西口 service 然后是继承这个界面的 然后我们就把这行的后面本来是放上news service 然后这是link去做处理的 直接替换成我们新写的这个西口 service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有很清楚的去可以保留这两支 只是将后面的东西去做替换 全部的程式就翻新了 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然后除此之外 因为interface已经定义好所有的方法名称 所以你原来去使用这个服务的方法名称 都不用去做修改 也就是说你原来程式的地方都不用修改 你今天写好程式之后 你只要改个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注入的地方 把后面这个替换成我们新的类别 然后其他地方都不用去做修改 那这样子维护起来就会非常的方便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换了之后是不是就变成 我们新写的那一支用西口捞取的这个服务 好重新整理之后 有没有看到这边 我们买一个伏笔 就是在标题的后面加上西口 所以代表说我们今天已经成功的 将原来link的服务换成这个西口的服务 好那就这么简单就完成我们今天的控制反转的一个教学 那我们再来讲讲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我在这个开发区环境 其实我是没有资料库去做存取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通常会习惯使用一个这个模拟的资料 这样我们才能让程式去做一个正常的运作 但是可能这一些资料都不是透过资料库的 而是我写了一个模拟资料的service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上线的话 我们一定那一支service就要有一支是真正去存取资料库的service 那只是说我们在开发环境的时候 因为没有地方去连这个资料库 所以我们先用了一些模拟的资料去验证说我们程式能不能正常的运作 但是到了上线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它替换掉 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写法 那这样是什么写法呢 比如说我这边这样写 这样子就是说如果我的环境是开发区的话 我就使用这个测试资料的service注入 那程式里面跑的这个服务就会是这个模拟资料 那因为我没写这一支所以他会有虚线 大家忽略他 好那今天else else就是因为这边我没有设多重环境 只有开发跟另外一个就是上线 所以其他上线区的话 我们就注入我们正式连线资料库的这个service 就是这样子 所以非常灵活 只要这样子简单去写 我就可以不用动到任何程式的情况下 就可以开发跟上线区的程式切换制度 那是相当方便的一个写法 就是利用我们今天教的这个依赖注入的这样的方式去完成 好那我们最后来讲一下 如果你自己有在网路上看到Netcode的依赖注入的一些范例教学的话 可能会很多都是看到这样子的范例 什么意思呢 这样子就是说他前面放一个这个interface 然后后面才放这个类别 那大多次的范例 其实根本不需要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个依赖注入 然后他举的例子其实也不需要 但是亲手来看的时候可能就会误解说 是不是依赖注入就要一个界面加一个类别 其实不是哦 所以我一开始教的范例 就会教没有使用类别的依赖注入 来告诉你说 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完成这个依赖注入 那今天教的这个控制反转才把这个界面带进来 就是告诉你说你今天有需要用到一些特殊的技巧的时候 我们才使用界面 那平常你没需要用到的话 你其实可以不用建立个界面来做这个依赖注入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问了 那究竟什么时候要写界面 什么时候不写界面呢 那我只能说这种东西很吃自己的食物经验判断 而且看你的情境 所以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 只有最符合你当下环境程式逻辑的这个情形 不过我这边建议啊 如果你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情境该不该用的时候 一律你就不要写界面的方式来进行依赖注入 因为你如果都写这个界面的方式 那你可能会写出一堆没有用的界面 就只是为写而写 那我这边就是建议说 等到你哪天真的需要用 我们才改过来 那虽然说碰到的时候才改 你会有很多地方要去改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因为这样子你在改的这个过程 你才会有很深刻的记忆说 哦原来这些地方这些类似的地方 我可能都需要用界面的方式来去做 一些埋伏笔的动作 为了以后的维护跟扩充 那有了这样的经验 你下次碰到的时候 才可以有足够的经验去判断说 你这个情境到底需不需要用到 这一个界面来做这一个控制反转 那这是二来 那一来就是说你贸然的什么都加界面 你可能会多出很多不必要的这个界面 好 那所以说今天的这一个 依赖注入控制反转的这一个方式 就简单的交给大家 谢谢收看